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今天开平高盘后呢 这个就在震荡后走平 我们看到中场下跌了1.19点 是以6788.58点做收 成交量是新台币705.58亿元 灾后重建概念股呢 现在是具有抗点的价值 这里面包括有生计股的灾后医疗用品的需求 也使得类股市涨多跌少 而食品还有营件类股呢 被在灾后重建需要 所以相对是抗跌的 分析师认为台股目前追高意愿是不足 那么呢上档套牢卖押代解 所以预估在8月下旬指数 还有待这个持续的震荡整理